焗桑拿的保健功效 在于当中的热力能够促进身体排汗 当我们的体温上升 体内器官就会进入活跃状态 透过汗液排出积聚在体内的毒素 如果适当地焗桑拿15分钟 就能够排走体内的重金属物质 相等于腎状工作24小时的排毒功效 更加可以排走1公升水分 一日的平均排汗量为0.5至1.5公升 减轻因为喜欢吃咸的食物而产生的水肿情况 由于焗桑拿能够排走体内的重金属物质 而绝大部分最危险 并且半需期最长的辐射污染微粒 都是重金属 例如色、丝、煲、油等的辐射元素 所以焗桑拿能够有效地 将身体内的辐射污染物排出 身体轻微发热 还可以加速新陈代謝 令到受损的细胞更快修复 同时也有利于调理内分泌系统 例如身上线、甲状线 和脑下垂体的分泌等等 此外,由于呼吸系统在热力下会变得畅通无阻 所以焗桑拿能够舒缓轻微感冒 和呼吸系统无病 在使用干蒸桑拿的时候 淋水在桑拿房的热石块上 就能够释放大量负尼籽 在空气里的负尼籽 已经被证实对身体的健康大有悲异 它被广泛地用在治疗烧箱、呼吸系统疾病 和细菌感染等问题 所以在欧洲有不少公共机构 都设有负尼籽空气清新机 焗桑拿前的几个小时 应该首先进食、补充体力、避免空肚 同时也要准备毛巾、润肤油和按摩刷等用具 在洗澡后就可以用毛巾包裹身体进入桑拿房 但是要避免穿着泳衣 因为泳衣的尼聋物料 会妨碍身体表面的空气流通 减少排汗 进入桑拿房之后 应该立即向电脑上面的石块淋水 令到空气中的负尼籽增加 如果房里面有其他人 应该先发出警告 让底受不住热浪的人退到较贴近地面的位置 因为位置越高温度亦越高 另外应该用毛巾沾住座位 避免感染传染病 每个焗桑拿的环节 最好保持在15至20分钟之间 每次做2至4个环节 中途少做休息 例如在第一至第二个环节之间 应该以冻水冲凉 冲走身体表面被热力蒸出来的污蔚物 和有降温之效 走出桑拿房之后 应该让身体慢慢降温 期间可以塗上润敷油 直至身体干爽 不再流汗才穿回衣服 而由于肾脏受到冷热交替的刺激 所以焗桑拿后一般都会有疗液 最好都是喝一大杯温水 以促进身体的新层代謝 最佳的桑拿房 热力应该由四方八面而来 不应该集中在同一个方向 虽然我们在较热和较干的环境下最容易排汗 但是如果桑拿房濕度太低 就会令呼吸系统的粘膜变干并且受到破坏 相反 如果湿度太高 就会令呼吸困难 所以切勿勉强而为 事实上 过高的体温对孕妇和胎儿都有不良的影响 所以委任的妇女应该避免焗桑拿 患有高血压或者心脏病的人士 也不适合焗桑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